哈喽各位同学 我是佩环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文的字形 大家画面上看到的文是传书的字体 其实文这个字在更早的甲骨文 是画一个人 他把他的手放在鼻子前面 他的头后方连着一个大耳朵 表示用耳朵听声音 用鼻子嗅味道 后来才简化为上面这个传书的样子 表示一个人把耳朵靠近门缝 打听消息 所以文这个字的意思 就有用鼻子嗅 用耳朵听 还有消息讯息的意思 那有用的消息讯息就是知识啦 所以文也有知识的意思 例如增广见文 那文当作动词来使用的话 就有传达讯息 传播声音的意思 那如果是一个人他名声远播呢 例如李白说梦浩然是一代风流才子 说他风流天下文 那这个文就是说他名气很大 文明著称于天下的意思 接下来请看下方这个箭头 意思就是说文明的文是动词 那当作名词就是指一个人的名望名声的意思 例如我们说某个人他很默默无闻啦 但古代这个名词念作问 例如论语里面说 四十五十而无问焉 思不足未也已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 还没有什么声望名誉的话 那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了